好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根据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记者 Johnson在6月1日的报道 那么随着疫苗的进一步普及 以及加州实际新增的感染人数的持续下降 本月可能是加州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分水岭 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 加州州长纽森早已宣布 6月15日为全州的经济重开日 但这其中还包含着一个巨大的隐忧 也就是所有的房客的驱逐禁令都会在本月底结束 那么目前加州居民正受到联邦 州 各县 甚至各市的各种房客驱逐禁令的保护或者约束 但是回顾整个疫情期间 对于加州居民来说起了最终两大作用的 还是加州的两项法案 一个就是2020年3月1日到2021年1月31日的AB3088法案 还有一个就是2021年2月1日到6月30日的SB91法案 而加州的居民现在最关心的也是有两个问题 其一就是还会不会延长现有的驱逐禁令 或者出台新的驱逐禁令 其二就是会不会出现报复性驱逐房客的现象 对于第一个问题 加州出租房屋协会的主席Lamarka就表示 他相信不会有了 因为迹象显示加州的经济已经慢慢的复苏 当人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 他们将有足够的钱来重新的负担房租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显得众说纷纭了 没有人有把握感说 6月15号的经济重开和6月30号的驱逐禁令解除 能够产生完美的对接 人们能及时找到工作来交租吗 因为SB91法案在这方面依然留了后手 即在2021年8月1日前 仍禁止通过小额法庭向租客主张欠租 然而直接的救助方案 仍然是主要的缓解危机的主要手段 去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450亿美元的租金援助计划 加州分到了其中的26亿美元 并于今年3月15日起接受申请 租客可以申请这笔资金来缴纳自己80%的欠租 但是目前这项援助计划进度缓慢 很多人反映递交了申请文件后就杳无音信了 技术故障也好 或者与房东核实租金沟通不畅也好 抑或是申请者的移民身份 收入证明文件缺失等问题层出不穷 阻碍着整个计划的实施 5月26日加州承诺提供填写更加简单的申请表 并增加相关网站的支持语言的数量 其中就包括了中文 而在州长的罢免活动中 纽森倾向于更加慷慨地帮助加州的居民 州长纽森在5月修订的2020-21加州预算案中表示 将拨款52亿美元用于帮助避免低收入房客被驱逐 另外20亿美元用于帮助加州的居民支付 逾期未付的水电费 他还希望可以将援助的比例 由目前欠租的80%提高到100% 也就是全部欠租都由州政府买单 但是房东在这次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所有房客驱逐禁令的心态可以想象 另一方面 援助金尽快到达房客的手上 并迅速支付给房东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也很重要 所以如何缓解积累已久的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 避免加州经济全面重开之时形成一个新的阻力 目前全部都要看州政府的作为了